各位ceo大家新年好啊令人糟心的2022年总算过去啊希望2023年可以善待我们那底线就是别想2022年那么拉垮就可以了好吧然后今天总算有时间那可以和大家一起对2023年去做一下展望这一期视频我会花时间先去讲两家公司对于2023年的展望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我会再度 跳两家公司来和大家讲如果大家没有兴趣的话呢我就直接跳到那我对于2023年的一个展望所以对于2023年的展望我们会分成上中下或者只有上和下 那取决于大家看完这期视频之后的感受那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别忘了在留言区里面那留下你们的反馈然后我会根据大家的反馈对于下一期的内容去做一个调整好吧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第一家公司blackrock贝莱德第二家公司那么jp 那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各位ceo记得先点一下你们轻行的赞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贝莱德对于2023年的展望在贝莱德看来那么过去40年相对稳定的通胀已经在我们身后而一个新的制度已经开启那么这一个新的制度包括了更大的宏观风险和市场的波动那接下去在2023年衰退是没有办法避免那各国的央行现在已经走在一条 非常有可能会把那经济带入一个深度的一个衰退为什么要带入深度的衰退为了压制通胀所以这让贝莱德在未来6到12个月仍然保持低配发达国家的股市那但是他们期望在2023年某个时间点那他们会再次看多风险资产那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那并且即使我们到了那个时间点之后那我们也不会看到像以前那一样 非常长时间的牛市因为一个新的投资旅程已经开启然后底下那张图的标题如果要把通胀压制住必须需要非常深度的衰退黄色这条线是GDP的一个趋势红色这条线是现在GDP的位置贝莱德认为GDP的一个数据必须要降到绿色的这条线也就是比黄色这条趋势要低很多才可以把通胀去压制住总体来说贝莱德对于未来的展望 相对来说比较悲观那特别是从长期这一个角度去看12个月以后那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新的投资思路已经开启那主要是因为通胀那不过仔细去思考的话那我个人觉得那有一个小小的矛盾点在哪那就是在如果贝莱德觉得各国的央行将会通过非常激进的加息手段去压制通胀并且导致一个非常深度的衰退的话那我反而觉得在一年半或者两年之后那我们完全可以回到那过去20年 这种低利率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一个矛盾点是深度的衰退那么和一个因为通胀所导致新的投资思路这两点存在一定的小小的矛盾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贝莱德2023年的一个计划是什么那我们先看这四个方块的左上角和右上角那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别代表一个risk off去风险的一个状态那然后左上角代表的是那么在去风险的状态下啊股市所受到的冲击还不够就是damage not price 并且贝莱德觉得当下的一个状态就是左上角那市场在一个去风险并且股市还没有跌到底那在出这篇报告的时候他们那个数据用的是2022年11月份那也就是并没有算入12月份的一个下跌那所以在当下的这一个情况那贝莱德的一个建议是那低配股市那高配企业债券然后对于短期的政府债券保持中性那对于长期的政府债券保持负面那所以这是当下的一个状态那但是接下去 只要我们离开当下的一个状态那从贝莱德的角度去看那我们都应该去超配股市那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去看右上角那即使市场是在一个去风险在risk off这个情况下那只要股市已经受到了足够的伤害那我们仍然可以超配股市那并且超配短期债券那所以左上角和右上角都是在去风险的一个状态下risk off左下角和右下角都是在risk on那市场增加风险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如果出现risk on的这种情况那现在无论股市是已经跌够了还是没有跌够那贝莱德认为都是应该超配股市那但是这个risk on我个人觉得那并不会在短期之内到来那因为risk on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都必须要得到美联储的加持和祝福那而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我很难看到美联储会祝福股市那最后对于贝莱德的看法做一个总结那从三个资产角度去看那第一个股市第二个企业 第三个是政府债券那然后左边那一列strategic view是长期的一个看法12个月以上右边那一列tactical view是短期六到十二个月的看法那所以先去看股市六到十二个月贝莱德建议是低配股市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前面说过那现在处于一个risk off的一个状态并且股市还没有跌够那但是他们期待在2023年某一个时间点那他们会再次觉得应该要高配股市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从长期的一个 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仍然觉得要高配股市那然后是企业债券那在企业债券这一块那无论从六到十二个月还是十二个月以上那他们都建议增持啊并且这一个增值的对象是ig投资级别的企业债券那最后是政府债券无论从六到十二个月还是十二个月以上他们都建议减持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市场低估了通胀的可持续性那并且他们觉得长期美债的收益率要往上提那 那才能使长期美债变得更加有吸引力那然后最后我想再说一点的是那如果那按照贝莱德的这一个逻辑那他们觉得全球央行将会通过非常激进的加息手段去导致一个深度衰退然后去压制通胀的话那按照这个思路理论上来说那起码六到十二个月应该是增持国债那如果他们觉得通胀会反复通胀会可持续那就下来之后还会反弹的话那可以从长期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啊选择减持 国债那所以前面是贝莱德接下去我们看一下JP摩根那比起贝莱德JP摩根相对来说比较乐观那他们直接给了一个看多股市的理由那他们觉得 二零二三年他们那个base case那是发达国家的股市将会有正向的增长那主要的原因是那么一个相对来说温和的衰退现在已经被市场给price定那JP摩根出的这篇报告也是在10月底那贝莱德的那篇报告也是在11月初那所以这一篇报告也是在11月初那所以这个 这两家机构已经出现了一个分歧而贝莱德觉得最坏的还没有到来股市还没有完全被price定那而JP摩根认为那么一个中度的衰退现在已经被股市给price定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在2022年9月底的时候标普500就已经从最高点回调了25% 那如果我们回看历史自1950年以来那如果今年的美股从最高点回调25%那大概率的情况下明年的股市是要上涨历史上只有在两个年份是连续两年下跌第一个年份是2008年第二个年份是2000年 而JP摩根纵观整个宏观环境去看的话现在和2008年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辟比那说到估值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张图那里面有两条线那这张图显示的是Forward p向前看的市盈率那在接下去的数据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那JP摩根用的这个方法其实和我在前几期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的完全是一模一样那我们直接从向前看的市盈率和向前看的美股收益这两个角度去切入 那么试着去对股市的一个下区间去做一个评估好吧所以如果先从那P1这一个角度去看那蓝色这条线代表的是成长股的P1那橘色这条线代表的是价值股的P1那对于成长股和价值股的定义我在稍后一页会向大家去展开那这边的成长股绝对不是ARKK手里的那些持股那甚至于有一些防守性质比较强的个股那也在成长股的归类之内那么因为主要其实是从 这一类个股的一个估值去触发和他们EPS的成长这个角度去触发并不是从板块这个角度去触发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成长股和价值股成长股的P1从历史上去看的话仍然是在一个相对来说的高位并不是在一个低位而如果我们去看价值股的P1其实是在一个历史上的平均位置所以价值股现在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而成长股现在仍然不便宜 那前面JP Morgan说到了如果去对比2000年有一个风险就是现在的一个估值P1必须要往下跌那如果我们去看标普500还有另外一个风险那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consensus那对于未来12个月的每股收益EPS现在看上去仍然是太高他用的词是too high那他说现在市场的估计那只是从最高点往下调了5%那而我们纵观历史上的一些衰退去看那从最高点回调10%到20% 那都是属于比较正常的回调那向前看的EPS这个数据以前我有和大家分享过而且我让大家说我说这个数据我们是要记住那从蓬勃的数据去看向前看的EPS前段时间上年的最高点是在230那然后我们来区分一下价值股和成长股那这边我们用的是罗素的一个ETF那代码分别是IWD和IWF那价值股的一些股票那基本应该都在我们的期待之内比如说像博克希尔 Johnson Johnson Exxon Mobile那有一只个股我希望拿出来的应该会出乎大家意外Meta Platform因为Facebook当下的一个PE和他们当下的一个EPS的成长那现在Facebook已经被罗素1000归类为价值股好吧然后我们看一下成长股排名前四 Apple 微软亚马逊Alphabet那前两者在这一个ETF里面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那然后接下去会有一些出乎大家意外的一些个股比如说像United Health UNH那比如说像ABBV比如说像Ely Lily那比如说像Pepsi比如说像Costco Home Depot这些全部在那么罗素1000成长股的ETF里面那为什么这一类个股会进入罗素1000成长股的ETF里面呢那因为他们当下的一个估值PE非常高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那JP摩根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当EPS开始往下调的时候股市还会继续往下啊但是我们觉得整个市场现在已经把未来EPS要下调的这个幅度给priced 然后他们用了下面这张图去说明那市场往往是走在EPS下调之前其实这张图并不是非常明显啊但是在以前几期视频里边我和大家分享过那为什么我个人有一个观察 观点是嘛股市会走在基本面见底之前去见底那其实主要是从P1和EPS这两个角度去看嘛如果去看零八零九年或者说二零二零年三月嘛股市都是P1先去见了一个底然后EPS才去见底嘛但是00年01年科技泡沫的时候是一个例外嘛科技泡沫的时候是EPS先见底然后P1才见底啊 所以这边杰皮摩根他们想说的也是啊股市是走在基本面见底之前的前面所以他们觉得即使接下去EPS往下调导致股市继续往下跌的话那价值股的这一个下跌空间也是非常有限 那因为前面那张图里边我们看到啊从P1这个角度去看价值股 即使把零八零九年算进来价值股现在也在一个历史上一个平均点位 所以他们觉得价值股的下跌空间是有限的然后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承认那在当下这一个阶段觉得股市已经见底是非常的不寻常 因为股市的见底通常并不会出现在失业率开始上升之前或者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前那但是市场在失业率开始上升之前已经有了非常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他说这非常有可能是best predicted recession 那我可以和大家保证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JP Morgan 那他们对于2023年的一个展望 那在上期视频里面我用的一个原话是the most anticipated recession 那基本上和JP Morgan他们今天用的这两个词那用意是非常接近 那最后一段他们来做一个总结 那他们说现在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股市已经见底 那但是我们觉得从风险和回报这个角度去看2023年那股市会比2022年要好很多 那并且2023年如果继续下跌的话 这一个下跌幅度也是有限的 那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说的这个下跌幅度有限主要还是针对价值股 那而成长股在他们看来现在仍然是不便宜not cheap 最后综上所述那他们觉得明年股市会上涨的这个概率啊是在所有可能性里面最高的 所以也成为他们一个base case啊最后快速的做一下总结 那贝莱德他们认为那接下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一个投资的思路 那么因为通胀非常有可能是可持续的那从6到12个月这个角度去看 他们认为现在要减持股市那但是在2023年某一个时间点他们觉得会有机会那股市找到一个底部 从杰平摩根这个角度去看那他们觉得大概率现在股市已经把最坏的时间已经给pricing 那即使接下去那eps有一个调整会影响到美股继续下跌 那但是这一个下跌的幅度也有限那主要是那么他们觉得价值股现在的估值已经在非常合理的区间成长股仍然过高 那或者说不便宜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整个2023年风险回报这个角度那美股仍然是值得投资 因为他们觉得2023年年底那将会比2022年年底美股的话是要上涨 那我个人可能更加偏向于贝莱德他们对于短期的这个看法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去寻找这个机会 如果去看当下的forward p17.5倍吗for我eps220那我个人觉得这个eps还继续要往下调那eps可以不往下调 p1可以躲在前面吗比如说再去试探一下9月份的一个低点16倍的forward p那我觉得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好吗具体的话我在下期或者下下期视频里面我再和大家展开聊一下那希望大家在这期视频的留言里面告诉我们那你是不是还想继续看到啊其他公司对于2023年的一个预测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就再给大家做一期那如果不感兴趣的话我就直接跳到那我自己对于2023年的一个展望 好吧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啊 那最后各位CEO别忘了推荐养成点赞的好习惯明天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